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每天一款失败车 那今天咱们来到奥迪的赛车店 看一台与众不同的Q3 那就是我身边的这台Q3 Sportback 作为现款Q3的衍生版车型 Sportback版的Q3不仅拥有一个轿跑化的设计 而且整体风格也是更加趋向运动 在中网的设计上它采用了蜂窝状的造型 而且仔细观察现在每一个蜂窝里面都有一个镀铬装饰在 所以说它现在不光有了蜂窝 而且还有了蜂蜜 小佐是贼田 那两侧的RV大灯以及底部的镀铬装饰 也和普通版车型一样都是非常的夸张 在车身侧面的设计上 轿跑版的奥迪扣3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这个仙背式的设计 那这样一个造型不仅让它看起来更加运动 同时也让整体这个车身显得非常紧凑 当然这个只是从视觉上看它比较紧凑 从车身的参数上来看 这个车的轴距和普通版车型一样都是2680 甚至车长还要再长一点点 整体的参数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那细节方面 这个车因为是凸显运动时尚气息 所以说它的轮煤和侧群用都是亮黑色的一个处理 那另外在这个基础上 它还加入了一条银色的镀铬装饰带 在轮圈方面 这个车型使用的是19英寸的一个轮圈 造型上比较简单 但是运用了熏黑式的处理 搭配这个抛光式的外颜 你要说它是一个双色轮圈呢 我觉得勉勉强强也算 得益于先辈式的一个设计 Q3轿滑版车型的车尾有了一个尺寸非常大的尾翼 配合上下方的这个扩散器 整个车尾对于运动氛围的烘托 那还是相当到位的 只不过就是这样的造型 对于后备箱的空间是有一定影响的 那好在是这个车的后排座椅是支持424比例放倒的 放倒之后机户和后备箱的地板是一个纯屏的 那另外这个车的第二排座椅还能向前进一步的移动 提升一下这个车的储物空间 内饰方面 轿滑版的Q3和普通版车型相比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完全是全新的奥迪设计语言 讲究的就是4个字 虚拟座舱 那12.3英寸的全液晶衣保盘 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它能够全屏显示导航信息 这一点还是非常炫酷的 那10.1英寸的中文台大屏幕 无论是反应速度还是这个功能以及倒车影像的清晰度 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 那下方呢 这个车型依然保留了很多的实体按键在 我觉得对于虚拟座舱的诠释 这个Q3还是非常到位的 像风量以及这个音量还是要保留实体按键的 这样操作起来才更加的快速 更加的便捷 那要说整个这个内饰 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 那就是这个胆感造型了 这个真的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越长越好 那作为一台轿跑版车型 很多人都对这个车的第二排空间非常关注 那对于这一点 我只能说这台车确实是没有让大家失望 这个第二排空间呢 真的是不大 我坐在这头部呢 基本就算是有一点点顶头了 因为我戴了帽子 那腿部空间 因为这个Q3进入国内之后 轴距并没有加长 所以说它就是一拳的表现 整个这个后排空间 在这个级别的车型里边 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 而且这个后排地板中央的隆起也是比较高 尽管它有的出风口 有的这个两个USB接口 坐垫的长度也是比较长 但是整个这个第二排 因为天窗的尺寸也不大 所以说你坐进来 还是会有一点点压抑在 动力系统方面 我们今天拍摄的这台车是45TFSI车型 它用的是2.0T的高功率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220马力 那同时这个轿跑版的Q3 还将推出一个40TFSI车型 它用的是2.0T的低功率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186马力 那无论是高功率版本还是低功率版本 它的变速箱通通都是7速双离合 那相信这样一套动力总成 大家已经不再陌生了 售价方面呢 从厂商现在公布的消息来看 这台车型会在5月内上市 所以说留给它的时间不多了 那从我们了解到的预售价格来看 相同配置的车型 轿跑版是不会比普通版车型贵太多的 而且就算是贵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普通版Q3的优惠幅度那是相当的大 只要轿跑版车型能够继承一个相同幅度的优惠的话 那这个车的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 毕竟能看上Q3的人 对于第二排空间也没有那么在意了 那与其这样的话 不如牺牲一点空间 换一个更加运动 更加个性的造型 没准更能讨年轻人的喜欢 那好了 这一期的每天一款实拍车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 哦 感谢观看